这比起五四时期 三生年代的散文是有它自己特点的 第一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些创作流派 第二个文体比较成熟了 特别刚才讲的小品文杂文很发达 而且在三十年代前期 鲁信杂文也达到巅峰的状态 第三个经过第一个十年 一两个十年的积累 作家们的散文文体意识明显的增强了 就不再把散文作为是一个业余的 多余的一个工作 作为一个边角料来处理 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文体来看待了 这方面发挥它的才华 增加它的艺术含量 所以三十年代 这个散文是非常丰富的 四十年代也是 除了刚才讲的 像鲁信峰的散文 像林毅堂这样显示派的散文 像独立的散文 还有其他 所以接下来我们介绍几个 一个是丰子凯 这个在二十年代 我们也提了一下他的名字 这是一位现在还没有被充分认识的 一个散文家 丰子凯 他是横溢法师 现在很有名的一个艺术家 也是个法师 佛教徒 李书童的学生 所以他也信奉佛教 所以《丰子凯》的散文里面 经常都有这些 佛教文化的眼光和气度 显得那种睿智 清澈 就是懂得宗教的人 他看人生比较超越 有一种清澈的感觉 那么丰子凯 曾经在日本留学 学美术 回国以后教中学 曾经在有名的历达学员任教 还有在白马湖中学也曾经任教 1931年 有过一段时间是允机的生活 他不是姓佛教的 1934年他出版了他的散文机 叫《严严汤水笔》 严严汤是冯子凯的 他的家的一个房 一个屋子的一个名字 既说起名的时候 是请了一些小朋友 请了一些朋友 在写了很多字条 很多字 很多字 撒在桌子上 后来随便捡起两个字 两个字都是盐 盐分的盐 所以叫做严严汤 冯子凯的散文 起材都是比较频繁的 写的都是日常夹击的生活 而且喜欢用儿童的眼光 冯子凯这里没有感双 就不像刚才我们讲的 像这个何其芳 也没有换美 也没有刺激 可能这个 你们比较年轻的话呢 这个岁数呢 不太能够进入冯子凯 但是如果能够安静下来 认真体会 体味 也会觉得 丰之凯是非常有味道的 那味道是什么 两个字 清纯 是吧 清纯 很清澈 很纯厚 丰之凯主要是适合那些 比较中年的读者 是吧 有历练的那些读者 他里边有智慧 有感悟 是吧 所以读他的文章 读他的散文 需要悟性 需要悟性 要悟 不是刚才看小说似的 是吧 这个好看 不好看 他要去体悟 还有一点很有意思 冯子凯呢 他是一个漫画家 中国漫画的元老之一 就是吧 中国现代漫画 是从他这里开始的 他从外国引进了这种美术的方式 当然 冯子凯的漫画 跟现在我们看到的漫画不一样 是吧 他是用毛笔来画的 跟画这个水墨画的 传统的画似的 聊聊树笔 就把一个传声 把这种人物啊 情景啊 这个表述出来就可以了 所以画得有点笨 有点作 但是就像儿童画 他是故意追求 这种儿童画的那种拙劲 他的画呢 取材也是很频繁的 所以用儿童的眼光 来看这个世界 就是人生的一个乐器吧 透露出一种 某些人生的乐器 所以读这个 冯子凯的漫画 就好像 现在也有出版 大家可以找来看看 就好像进入了一个 非常清凉的世界 干净的世界 是吧 不像现在我们有些漫画 哎呀 打啊 是吧 斗啊 是吧 那种里边 所以这个 这个冯子凯的漫画里面 也有人生的顿悟 有那种爱的感发 是吧 他的漫画在三十年代 是很有影响的 不妨呢 把冯子凯的漫画 跟他的 这个散文的创作 连在一块来看 这个彼此是互相渗透 这是一个很有气的 一个题目 像封子凯这样的 散文家 很少见 特别是在 佛造的年代 能够出现封子凯 是个奇迹 所以林义堂 何其方 都是有传人的 但封子凯 他的散文 是没有传人 很难模仿 他这张散文 需要很厚实的人生 顿悟来做底子 大家 有机会 有机会 也可以看看他的 野严堂水米 这是一个 再介绍一个 叫李广田 李广田 跟何其方 便知灵是齐名的 他也写诗 也写评论 但散文写得最好 李广田他是北方人 何其方是四川人 那么这个北方人 他的散文 果然有那种北方人的那种质铺 那种真诚 所以我们用一个地理学的名字 有大陆性气候 大陆性的气派 就是何其方 这个线条比较粗 有这种乡土情怀 他有篇文章叫做三水 三水写什么内容 写平言之子 就是平言出来的人 年轻人 平言出来的人 他对平言 大平言 华北平言 对平言的那种感觉 他觉得平言是寂寞的 他写那种感觉 写得很好 这是一个李广田 是一种北方的那种 直铺的一种散文家 李建吴 就是我们多次讲到的评论家 刘锡卫 他也写戏剧 他也做记本 他这个刘锡卫 刚才说了 举伐级 非常有名 散文 这个写得也很好 邮记也写得很好 所以这个意大利邮简 他有一篇 意大利理由 这样一本散文 写得非常好 里面不光有地理的介绍 风景人情的描述 也有这种文化的思考 大家如果去意大利理由 不妨找李建吴的意大利邮简来看看 邮记 三十年代 四十年代 邮记是非常多的 很多作家都写过一些邮记 也有些写得很好 像李建吴 再讲一个利尼 也是独以派 也算这些派 再给大家介绍一个作家利尼 利尼他也可以说是一个独以介络的散文家 是写青春文章的 比较接近何其方的那种风格 他的代表性的作品有黄蜂之线 阴之歌 白夜 他这个都是有点接近散文诗 不是那种纯粹的散文 是散文诗 这个写那种低回 推会 但是文风很典雅 也是写青春生命爱情 欢乐失落等等 这个利尼也是一个独以派 文章写的是比较唯美的 何其方的风格 接近 年轻人也比较喜欢读 我们不应该忘记 三四十年代 这个散文写得好的 还有些小说家 他也写散文写得很好 像沈从文 他这个不但小说写得好 他这个时期 三四十年代 他很多散文发表 也是相当好的 譬如说相行散记 这个记他的故乡 这个我念一段给他听听 里边书上也都有 相信散记 这个还有湘西 里边譬如说 藏的船 西 沈西的梅 都是一个写那个湘西的风土人情的 表现下层生活状况的 它不是有情节的小说 它是散文 里边的没有那种雕琢的文字 到三四四年代 特别到四十年代 这个沈从文的文字比较干净 这个系数非常的细密 非常的抒情 另外呢 沈从文还有些文字 这个小品是写冥想的 写自己的一种冥想 对生活 对这个生活的一种感受 特别到四十年代 他昆明那段 有些作品呢 写那种玄位的 这个闲思 冥想 就往生存这个方面发展 譬如说 有篇文章叫生命 也是个散文 生命 这写呢 离开自己的生活 来检视自己的生活 什么意思呢 离开现在我们天天过的这个生活呢 来 重新来 观察 来检讨 我们过的生活 这样会有种什么感觉 里边呢 他写到 你们注意啊 他一种形而上的东西 柔 箭 柔至常见 就好像一只常见啊 向云空 涉气 气急不凡 常见所住 在必然 明镜之广大 西空 就是如果能够跳出来思考生命 好像自己就进入了一个蓝天 我在发疯啊 为初向而发疯 我看到一些符号 一些形 一把线 一种无声的音乐 无文字的诗歌 我看到了生命的一种最完整的形式 这一切都在初向中 好好地存在 在世事以前 反而消灭 所以这里面有这种梦幻的一种感触啊 但是呢 也有一种跳跃的一种默想 就是类似于散文诗啊 但是读起来呢 就好像有一种很深的人生的一种感悟 一种叹息啊 是比较哲学化的 当然像《湘形散记》呢 就写的是比较抒情 比较细思类的一种散文 这个沈重文有些散文写得相当好的 是吧 这个萧红 我们已经讲过了 这个小说写得好 他的小说呢 是诗话 散文化 同样他有些散文写得也非常好 是吧 这个天才的作家 他的小说不像小说啊 散文呢 也不像散文 他也是一种随性创作 不及一格 但是反而具有一个特色 他的 他有一本散文集啊 叫《桑士阶》 是吧 《桑士阶》 这建议呢 大家也可以读一读 就是他的散文呢 都是一种夜鬼的笔字 夜鬼 就是鲁兴说他 小说是夜鬼的 就超越了常规啊 小说和散文 而且界限不太清楚 但抒情是共同的 是吧 他的语言呢 显得非常的新鲜 直帅 自言 是帅性而言 就加上他用儿童的眼光 来观照世界 是吧 不加雕士的语言 来描绘 就是说他散文充满了一种诗意 像这个写那个牛车上啊 三叶的阳春 后花颜 那里面六叶的鲜花 小城三叶里面 初春的眼也 都是儿童的眼光里面的事件 不雕琢琢 一片天然 是吧 而且他的语言呢 是刚才说了 直帅 而又暗含有自然的特点 就没有那种伪视 不发烧 很自然 比如说你看啊 这个 我念一段给 这个 纪世信的散文 给大家看看 有名的 叫鲁信先生 回忆鲁信先生 是吧 现在中学的 以文课的选修课里边 我们也把它选进去的 回忆鲁信先生 那鲁信过世以后 很多人都写回忆文章 但是萧峰的回忆是很独特的 你看他把鲁信写的 就是选起鲁信的一些生活细节 很平淡的 但又很亲切的把它表达出来 他其中有一段念 给大家听听 鲁信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 是从心里的喜欢 从心里面笑出来的 要有人说 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 鲁信先生笑的连鱼 圆圆圈都拉不住了 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 鲁信给人的感觉是非常严肃 老是战斗 但是在萧峰的眼中 他是一种非常可亲的 甚至有点孩子气的 特点 鲁信先生走路很清洁 走得很清 尤其是使人记得很清楚的事 是他光抓起帽子来 往头上一扣 同时左脚 左腿就伸了出去 仿佛不顾一切的走 所以一个帽子一抓到腿头出去了 所以这个写不雕琢 但是把人的神态就写出来了 这是另外一个鲁信 我们看到鲁信严肃的 另一面那种人情味 那种很可爱的一味 这个萧峰的作品 散文作品写得相当好 还有我们应该提到 郁达夫 郁达夫 他的散文写得是非常好的 他还写过大量的邮寄 当然他好像当时写邮寄的时候 是为铁路局写类似 现在这个理由指南之类 但因为他是个大作家 这个写得也很好 也很所谓的放荡 很放得开 财情换化 像枝横处处 就是写的一个理由的 大家很有名的 吊台的村住 也是散文 还有书到中学语文课里边 北京的邱之类 都是写得很好 但是文人气比较重 书建气比较重 但是确实是 是采发横溢的散文家 最后我要讲一下梁世秋 他的散文创作 虽然属于四十年代 主要是抗战时期 但是影响也是相当大 现在也是很多人读的 比如说他抗战时期写的 亚舍小品 是代表作 这么梁世秋认为文学 不应该主要是表现自我 也不应该主要是宣传 而应该表现什么 普通的人性 文学是应该以道德相联系的 情感应该是由理性来驾议的 所以他的文章又注重节制 注重时度 他跟郁大夫 写文章不一样 跟何其方那种感双 那种书法也不一样 甚至跟林义堂都有差别 所以梁世秋的散文 是特别注重写人性 特别是从道德 人理的角度来写人性 所以他写的人性 都是很中和的 很有趣的 很生活的 比如说他写过男人 你看这标题就知道了 女人 鸟 狗 下棋 写字 理行 运动 理发 这个什么都写 凡人 琐事 但是里边有人生的乐器 雅气 特别写的一个雅气 他常常以超功力的那种态度 来观照人生 方方便便 找出这个诗意 他是一种达观的 是一种冲庸的 所以这个两次旧的文字 现在这些年也是非常流行 跟林义堂一样 热起来了 这是一种幽默的 雅致的文字 不过好像有时候 林义堂还有点 虽然幽默 有时候有点油滑 梁世秋比他要更典雅一点 充满了智慧 是一种邪气 读起来能够感到甜酸苦辣 都有 所以一张一线 亚说共赏 所以梁世秋也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散文家 今天我们讲这个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散文 一开始我们讲到有三个主要的创作的流向 鲁信峰 还有开明和金派的散文 还有左翼散文 鲁信峰也是左翼散文为主 还有自由派的作家的散文 然后我们赵仲分析了鲁信峰的散文的一些创作的特点 很着重讲了林义堂 还讲了独义派的散文 就分两派独义和贤士 林义堂比较倾向贤士的散文 然后又讲到了何其方 所代表的独义派的散文 所以我们看了三十年代四十年代 确实是一个散文大丰收的年代 因为时间关系很多作家我们这是点到为止 还有些很好的作品 很好的作家 我们甚至都没点到 所以有时间的话 我们再找相关的书来看看 多读一些他们的作品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